直接架盾 然後往上做壓制 然後馬上被穿背 我覺得這個選擇其實有點抖 我覺得可以 因為在於說 你對手很急著 會看著我這個破綻 他們還是想要搶節奏 就提速的方式去硬打 這邊要看一下滲透把他逼出去 提速狂嗎 Jack這裡是被Burgeon直接打掉囉 那少了一個關鍵 全刺就可以發揮了 可是Linser沒有人處理 1v1 好 我有人補 你沒有 Profit很痛苦 剛才那個星星想跟原始做炎斗 結果那個星星死了 原始在後面排牆 還好 沒事沒事 就是按Q回家 這波反而是 關鍵是在說NAS 終於換一個之後 心態更長的 換你去扛 這個我玩不下去 但剛剛第一時間Jack倒了之後 這個自爆給予了絕望 複雲馬上爆發 女武神強心開把零蛇跟卡通打起來 可憐的炸彈又把零蛇打掉 Muma這裡瞬間融化掉 果然提速就是有差 他這邊是把ORIS要換回幾種心態 現在問題是他們要如何在陣型架好之前 然後受到解除的 哇 就是這樣子 就從這裡開始就行了 炸你兩個 Profit的NAS這邊直接倒下 然後Berdery一個人支撐在戰場之中 回溯進CD 這邊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沒有沒有被CORMY直接吃掉了 可是Berdery這一場很秀 他這邊還是把Berdery打掉了 Profit的刀還握著 沒有什麼機會 他把自己位置放得太糟糕了 但是Berdery carry了這一波 沒錯 我覺得應該交 應該要交嘛對不對 即使接下來下一波 有可能會被原始打 但是 點上是我的 我有優勢 應該可以繼續穩點 對 Profit這邊被野心中盾直接逼出去 還飛的一個NERS也飛在外面去 Berdery是NERS 就是雞吧 魔補到喔 完全沒有辦法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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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跳點 但是等一下這個Roku直接開到 嗯 而且CORMY可以用自爆驅場喔 CORMY的這邊限制住火箭 對 好逼你超版路身進場 可是我繼續黏著石碑 差點沒補到 沒關係他現在有自爆 所以他在這邊跟你玩 沒有他先去碰一下歐巴太太出來 CORMY的終於把他撈了 往裡面衝 巴黎的又把CORMY拉起來 可是這些機打爆了 對方叫了一個核爆 沒有太好的效果 MUMA這邊把Furry拍了 JAK 繼續點上還有人要繼續Overtime嗎 可以去點 但是現在重點是看JAK 但是JAK散掉 我一腳踢掉 配合JAK 你要打著扇子板 那我比你更散 不過帥先 喔唷唷唷 這一個好像沒什麼意義 MUMA在旁邊先差 這邊遇到了閃光 全部人把傷害打在MUMA身上 6怪1 可是Linxer直接把那隻打掉 這個沒有比較賺喔 這邊考驗的是Linxer這一槍 沒有打掉 好可可惜他要活下來才行 Linxer一定要能夠保住 有有有有 合上給他補斜了 補起來 這裡是硬黏炸彈 那沒辦法 但是他還是想硬撐點 有沒有有一個閃光 有一個閃光 而且還套租在D.Va身上 其實是有機會的 對 這個閃光會很難死 而且D.Va很容易爆 喔喔 JAK 他是瞬間轉頭打頭 接普攻回座 對 一瞬間一秒鐘做3點 然後點續回來了 哇 JAK好差 JAK 那這邊雖然復活 復活兩岸 這邊PROPIT也換掉ROKUS 雙方機器都換到 逼出了對方的大絕 再逼超凡路 這一次逼出來之後 JAK一個人站隊啊 哇 的確對 JAK一個人等於四個人 空中磁不在飛 75% JAK硬在拖點 拖越多 拖1%、11%的概念 是 已經拖到80% 不可思議 你看這個Bettering的這把刀 會遇到各種限制 你有超... 不... 開始了 馬上被噴 馬上被噴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喔 這邊還可以 第一刀訊息 很好被推過去 但是整體換頭來說 沒有比較好 這個自暴直接把Bettering抓掉 而且還會被復活 還被復活 然後你的是沒辦法被活的 你盡可能的殺了一個人 但是直被把他復活 我懲罰了 被直被懲罰 哇 這邊直接站回來嗎 不會吧 就是要繞外面 我就是要拉那裡的 對 這炸炸出來 效果沒有發揮出來 是沒有打掉 但是 AOE其實是炸了很多 那高浪騎星現在建議 直接逼破腳 這局跳後排 但是庫曼斯剛好追人 追到後排 所以 這個庫曼斯會把後排穩固 再往前面打 同時在正面的 Mumas用衣罐配合上 磁杯是撐住了 整個陣型相對完整 令人這邊打掉Bettering 這邊慢慢打 基本上修士頓拿下 兩分很穩 很穩很穩 真的很穩 令人穩定的點掉了兩隻 好 這邊機甲也爆 這個 紅光不照來了有點晚 嗯 這個死不了的小地方 再瞬間爆甲一次給你看 不過Mumas血線 絕對是穩定安全的 對 這邊是直接把火力全開 拿來打對方的火力 3比0 那他們也很聰明 他們推到比較後面的位置 對這也是選擇 歐瑞莎的時候 在多拉多會比較長選擇 歐瑞莎這種強的是 車在卡 就在這兒 沒有 再往後卡一點 卡在水石旁 喔這個盾配上那個水池的掩體 對方只能完全繞到你背後 是 他必須繞一大圈 如果他用正面過來 一定會經過你的歐瑞莎的彈幕掃蕩 哇這個Profit 打完Kumas好像很帥 結果被Jack 一個震盪地來 就被炸掉了 我突然覺得Jack的主 他那個炸蕩會追蹤 對 而且拉到這個位置 林舍是完全沒有收到正門的地方 這邊抓到對方和尚位置 在室內 這邊直接紅外線 四眼直接開啟 嗯 復活拉起來 這樣子女武神的扣打又少了一個 他們家進場會拉很長 然後等一下Kumas的這個機甲自爆 要是願意提前空投的話 他們會被拉斷層 而且林舍的位置都拉得非常後面 很難去抓 對對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們會拉很長 然後再配上個自爆的話 這個自爆就會反拉 反正是Bothering這邊是一個漂亮的發揮 配上Profit的一個進場 結果倒掉 終於破掉 打出一個刺客陣的系統 哇這個飛鏢邊邊是消到 躲命運的法師 最左邊那鏢不小心摸到了 有點危險 不是五個燈府妙 是我不太妙 你又找到是雙輔 你看要不要逼看看 逼不出東西 你不交我也不拔 我這一個 溫斯頓進場直接跟阿祖 直接正面開大 把對方二樓搶奪下來之後 Bothering提前落位 被打下去的和尚第一時間 直接被黏半裝炸彈 然後Jack也直接倒掉 這一波的血統非常的漂亮 是 逼得你把你必須得交女武神了 對對對 這一波就是所謂 我們看了很久 前三張地圖就應該要出來 對 就是不小心發揮了隊伍的本色 就是差五秒鐘來不及 嘴邊拔刀在最後的殘局 砍了一個 這個星星 再砍一下星星 只能跑 你厲害你厲害我走了 正希是打不贏 沒有星星過來再配合 威歐 這樣就打得贏 這樣就吃得掉 欸還換一個 後面有慈悲給他支援了 有慈悲有在補阿 但是我沒有想到他愛被火被Muma打死 給他一拳 直接電擊配拳頭 電擊跟拳頭對尻 這個很生氣捏 這個很生氣捏 Muma的感覺玩開了 生氣欸 上一波聯動真的是蠻漂亮的 這個是蠻經典的 提前入圍的閃光 還有元氏 然後呢 星星直接打下去馬上打一波 對 Jack這裡也換了閃光 我也拳刺 你也拳刺 對 來啊互相傷害 然後呢 Berlin被訊息刷掉 這一個閃光我也被死掉 而且他的位置很尷尬 沒辦法復活 喔唷最後一刻 再講這一個是 超反路線有點慢 對 慢了一點 可惜 好那是吧 Propies拉起來 那這一波應該贏吧 人數算是優勢的 這邊把這個機甲處理掉 我覺得他們只要做出一個環境 是對方的雙腹必須要 喔可以 所以他們只要做出一個狀態 是對方雙腹必須要 離開他們坦克往後 做硬撤退這個時機點 我覺得就是 呃 手術盾的弱點期 是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的輪燈可以注意到 像是每 兩波都是一樣 再來是巴尼手上有大 然後 對方三燈 這個轉角應該會直接前壓 壓到零點上必須是拳刺 強行上 可是最後被摸掉了 可是把Burge打掉 都是野島 拔刀的 但還是把你 哎呀被POPP砍掉 這一個吃卷系統就是 韓國隊伍最喜歡做的 就是 我拔刀跟著我猩猩一起進 而且你甚至很難 針對我的拔刀 猩猩只要點到你不到 0.5秒鐘 我一刀一訊息 你就會死 好啦最後10秒 不過剛剛誇了很久 那一波也打得非常漂亮 10秒還是卡在這邊 然後Linxer 直接把他上來 瞬間砍掉了PROFIT 而且NOTS這邊也被MUMA的 也是就直接拍到 那剩下來只能強行開大局的碰點 這一個自爆是把QM打掉 可是Linxer又把Burge打死了 那還有人能夠摸點嗎 只剩最後一個機甲 有女武神的優勢 非常穩喔 嗯 機甲爆了之後 瞬秒 可以 魂巳人再次進來 這時候超凡路勝 送自己的輔助隊友進場 然後就退了 然後就退了 只是為了拉這個復活 把位置隊拉起來嗎 真的非常有機率性 但是已經維持一彎 就復活了 已經來不及了 開場的站位佈陣其實會出問題 對 好 這邊 Jack在旁邊 沒有受到傷害 一連上來之後 正當地點拉開距離 沒有人能夠來限制他 而且隊友過來做血統 保住了Jack 第一波 是非常成功的 反擊Jack 把你吃了一個復活 可是Jack最後是 剛剛吃了一炮 然後瞬間被烏牙撞掉 要用彈射的一個角度 去幫對方的隊友慢慢往後下 好 這邊就會直接進去後面 直接踩夾子 哇你被對方看透了 偏尷尷尬 你以為不知道你要幹嘛 哇 馬上差距出來 這個就知道你要過來 沒有 他是紅外線有開給他的 對對對 他這 紅外線助攻 是的 打了一個紅外線鞋頭 漂亮 紅外線鞋頭 拉了一波 但是正面的火力還是很危險的 Jack應該復活 等一下走到前面地獄飛輪 就要直接送進場了 摩瑪這邊也有 打摩瑪這邊也有 整體來說 雙彈血線很穩固的休斯頓 其實要打進去蠻有機會 但這個輪胎直接 炸向了Jack 他直接越過牆 但Jack的輪胎也還在過 對 我覺得他一復活 目標就是送輪胎進來這裡 你炸我一個人啊 我差點就罵髒話 你真的差點就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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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 其實DVA這個版本 其實是 基於慈悲第二強的角色 是的 你不是這樣講 炸彈組第二嗎 其實兩個差不多強 差不多 DVA真的蠻猛 DVA真的很強 那這邊的話 直接是找到對方的閃光 Profit這邊被盯了 那正面部分 這邊沒有想到 是閃光在沒有 在撤退路上 正面去選擇開戰了 是 現在閃光才出來 然後直接沒有 他其實是自己 跑到洛庫斯的珠子上面去 對 一定要來接就對了 這也是很常 河上對上閃光 河上對上閃光的時候 發生事情 預開珠嗎 而且那個閃光是從洛庫斯的背後 閃到洛庫斯的前面 然後被珠子打 是 因為珠子的大小跟你頭一樣大 直接砸下去 剛剛好 雖然其實Linxer他在G上面來說 都是一直壓制住Herzrin的 是 可是正面這裡 這場Jack的發揮稍微少一點 Jack Jack玩閃光的時候 他就比較像是Downhead的感覺 Profit這場就直接解放 只連這個G帶斧一起吃掉 主要是因為這個地形的關係 其實 對於倫敦的刺客們來說 我有 我都很舒服的出發點 是 我有很多 對 結果論就是 我每個地方 我都有優先的一個舒服的出發點 可以讓我去 讓我可以直接到達我要打的目標旁邊